好,高女士,这个,您出生的时间是72年,管先生呢,出生的时间是70年,你们说的夫妻和夫妻他们的问题,我先看一下你们把子的一些基本信息。 管先生呢,是一个性格极躁的人,他的命功叫天福行,是荣华极命。 他的正义呢,离了天德贵人,说明他这个人啊,有很好的名誉,很好的单位。 他的母亲啊,女性,走上女性这些,也是很有德险的人。 祝宗消应病呢,也说明了,他除过他母亲对他的抚养,他母亲之外呢,还有其他人在抚养他。 他的婚姻孕是不好的。 这个原因就在于他的出生的日期和时辰,夫心和子心采成了一个相冲的趋势,所以他的婚姻孕是不好的。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现象。 他有一点点客气,但是他客气的时间是发生在, 21岁到41岁到41岁这个之间的,现在他已经不客气了。 这是一个基本信息。 那么呢,他把子的用神啊,是金和水。 他的财是火,这跟他的职业呢,也有点相似。 跟电有关系的是火的行业。 但是呢,发电也离不开水。 这是基本信息。 我们再来看你把子的基本信息。 你把子当中呢,你把子是一个从格。 从格就是富贵格局。 这个从格呢,还表示你住地啊,包括你的职业啊,是走动性很大的一个人。 就不停,就是你,你经常在不停地换地方,换地方,走动性很大。 在一个地方呢,很难长期砸住根,就你流动性很大。 这是一个。 再一个呢,是从格表示你,是富贵中人。 再一个呢,你冬天的时候经常会感到夏之寒冷。 那么呢,你们俩合围。 我们现在看。 首先啊,你们俩都入了富贵格局。 管先生叫人贵陆经兰局,富贵双全。 你呢,是一个从格,从墙格。 从墙格也是富贵中人,把子里边含福叶格,从格和画格。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福叶格,从格和画格占到百分,不到百分之二十。 凡一见从格和画格都是富贵格局。 你洗的用神是金河水,管先生也是金河水。 你们俩的把子的洗用神啊,高度的一致。 这是第一点。 第二点,你们俩的婚姻运都不太好。 都不好,都有再婚之时。 那么不好呢,我们刻着配,俗话叫一朵拱头。 这是第二点。 这是第二点合适的。 第三点呢,你们的行运趋势呢,保持了一个一致。 就这三点,总体来衡扬。 你们基本上是合适的。 你并不客气,你只是婚姻不合。 日作洋人表示你也是个性格很急的人。 像你这个不宜早婚。 所以呢,基本上是合适的。 我结合顿甲局,再争取看来, 就说,管先生啊,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, 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。 他现在显示他的职业走进性也很大,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是很差的。 他工作的平台也是出问题的。 我们从现在这儿看。 我们从现在这儿看。 你虽然啊, 你虽然啊,性格上你带人啊, 显示了一个比较冷淡的一个趋势。 但是你跟人际交往当中呢, 你处得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。 你现在财上呢,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这个数字呢, 跟四还是跟三有关系。 你的生意这个状况呢, 我们看到了, 现在财上是空的, 生人是空的。 出现反复, 今年你的财上呢, 能力九十月份。 你的财上呢,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趋势。 就会很好, 今年能力九十月份。 总的来看, 我们看到后边呢, 这个换运的趋势呢, 管先生是2021年, 换到下一个运势当中。 他下一个运势很好。 他本来就是富贵宫人。 他在这个四十一到五十一, 就两天一一, 到两天二一, 这一个运势当中呢, 状态呢, 并不是很好。 他是富贵宫人, 但是五十一岁以后呢, 2021年之后, 他的财运运势状态, 会表现得很好, 一直到晚运。 我们看到了, 他整体的运势是顺利的, 但是他是一岁七个月开始行的运势, 一到二十一这个之间呢, 他整个体现了一种表面上顺利, 实际上并不是他顺利的状态, 二十一到四十一之间, 整体上状态有所变化, 很不错, 这二十年呢, 显现出一种客气的迹象, 四十一次之后呢, 就不客了。 所以他的运势是这样的, 所以你来说, 你是今年是幻孕, 交接幻孕如同一花结木, 这个呢, 就是说, 使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, 再一个, 你是任子年的人, 明年是耿子年, 明年是你的本门年, 也就算太岁。 所以呢, 今年呢, 就显得诸多的事情呢, 显示了一个不顺利的状况。 今年的农历十一月底, 十一月二十五, 你换下午不印, 你换四十七到五十七这个运务, 你在欢愿当中。 我们看到了, 明年虽然本命年, 但是明年总体运势状态, 还是很不错的。 你说你们吵架, 你们这里边也有所表示, 这个事情吵架呢, 一个呢, 我看这个警门, 这结婚证, 这个证呢, 出现了门破, 那就是说, 你们吵架的关注, 涉及到结婚证的事情, 这个几家鬼, 会说脏话, 九天, 表示那身份大, 这个矛盾归矛盾, 嗯, 矛盾归矛盾, 我们看到呢, 从这个婚姻的状态来看呢, 你, 管先生还是爱你的, 这一点呢, 现实比较明显, 这个呢, 你呢, 总是势头在管着管先生, 你总是在势头处在这么一种状态, 处在这么一种状态, 问其以后的矛盾啊, 还难免, 矛盾还难免, 但是呢, 你们谁不克谁, 是匹配的, 匹配, 不克, 以后矛盾难免, 现在矛盾大呢, 跟行运状况呢, 有很大的关系, 今年你换运, 2021年是管先生换运, 整个你们后边的运势呢, 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, 比较好的一种状态, 你们拔子的用身, 很强的互补性, 用身一致, 这一点没啥问题, 再一个呢, 其他的, 我说调整的话, 现在管先生的状态呢, 确实不好, 这一点呢, 我们看到很明显, 他一个走动性大了, 脾气大, 再一个他现在工作呢, 确实是做的不好, 这个工作平台上吧, 现在也有问题, 有问题, 你的财运上现在有问题啊, 你的财运刚才说过了, 那么现在, 要换调整的话, 我见的是这样, 第一, 你看看你们家西北方向, 哪有灯泡不亮, 把那个及时修好,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, 我看你跟谁的合作过程当中, 还因为钱上这还有一些问题, 我看看, 嗯, 我还是建议, 对, 我再建议一下, 在某日某时的时候呢, 给你们卧室的正宗方向, 你放一个牛的生肖视频, 放一个牛的生肖视频, 这样呢, 对你们的婚姻呢, 会是一种很好的, 很好的能量的一种加持, 其他的东西没啥啦, 你的财运和你老公的财运, 我整体已经说过了, 整体已经说过了, 你们换孕之后呢, 这个财运真是很不错, 其他的没啥就这样, 就这样了,